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爱德拉国际有限公司的AK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欢迎AK 你好 想请AK 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创业的起心动力是来自于哪边呢 起心动力的话其实一开始就是为了生活 为了生活赚钱吧 一开始是这样的 那其实最主要的话是因为从事发型这个产业已经二十几年了 对所以想要接触过产品是无限的啦 所以想要做一套是台湾专有的一个品牌 针对台湾亚洲人的头皮跟台湾的气候下去用的一些产品 对对症下药啦 才不会一个迷失的话都是用好像国外的越南胶有那种概念 一个品牌迷失 对那我们台湾的话很多产品的话 它是其实可以做出很厉害的一些效果出来的 是 所以那时候就为了台湾人的可能是 肤矿肤质来做一个对于说 适合我们这边的天气气候来做一样的产品 对对对对 那因为其实在创业的过程中 其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说 遇到有什么样挫折的案例呢 所以一开始我们的品牌就是 刚开始创业是最辛苦就是 它没有知名度 没有通路 没有人认识这个品牌 对所以很多的时候一开始 起步都是最难的啦 要去御医拜盘很多美法店 因为我们的品牌是比较走专业沙龙的 对因为是需要一些流程解说 然后需要一些专业性的告知的东西 它有办法让消费者去使用 对所以一开始都是一一拜盘 等等吃了很多闭门根 要看人家的脸色 因为什么品牌都没有 所以你一开始就要拿很多投资 所谓的投资就是要很多 sample 拿给店家全部去试用 去试用 对那要等到他们回馈 对你可能一百家的话 只有一家会回馈而已 所以就是要投入一些资金啊时间啊 就是觉得说试用过后觉得说好用 他等于说算是一个投资成本的概念啦 对对对对 那其实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 因为我们都要去搬 一开始要了解产品 我都要很早的去搬 可能北松南的一些美法店上课 对那很多设计师 其实都是有老牌的跟菜鸟的 或者是不想了解你这个产品的 所以你要很卖力的解说这些东西 那很多东西你会被刁难 你会被刁到牙口无眼 就是因为有的他会感觉 他认知的专业比你高 可是他讲的东西跟你 里面的东西是不相干的东西 他就会一直去刁你 对其实我去我是还好 因为我本身对这个东西 我很了解设计师想要听的东西是什么 但是我们也蛮可怜的 很多其实一开始打品牌都是哭了回来的 对我感觉他们都回来那段时间 我应该是心理医生吧 要去开导他们吧 可是我感觉这是毕竟过程 对 而且会蛮好奇 所以AK当初的心理的调试状态是怎么样去克服的呢 因为创业就是 应该是说越挫越勇吧 哪一个产业一定成功 一定要从起步开始 尤其像我们白手起家的 路原本就是会走的 要自己挖出来的 不是人家开好给你的 那这个是必经过程 所以一路走来已经大概八九年的时间了 我刚刚有听到AK其实有分享 他们到现在官网甚至是零负贫的 可以请你分享你们是怎么做到 你就是说你们的核心价值是想要传递给顾客 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们核心价值其实我们会用玻璃品的原因 就是我们公司走的是比较天然有机的东西 对核心价值就是比较爱护地球吧 对天然有机的东西不要去破坏地球的生态 对那最主要给很纯粹 就是要直接给消费者就是他 可以对增下来去解决他头皮的问题 因为一般消费者有头皮有 初有吊法 后空有敏感 皮屑 对有效的去解决 因为我从事这个东西很了解 所以我很了解我们产品研发的取向 要怎么去针对消费者有效的解决 这个东西 对 那可以请你分享你们目前产品的部分 有哪一些系列呢 我们目前产品分三大系列 第一个是GS系列 GS系列是针对头皮的 是 那他有洗髮型有分 就像你讲的 就是有吊法、皮屑、控油 对 然后还有他专用的护法跟他的头皮面膜 头皮的面膜以外还有一个头皮水 头皮水是什么呢 他是针对吊法跟平衡油脂 还有皮屑的东西 他可以平衡你头皮的一些 比较问题 那头皮水他是属于比较浓缩的东西 对 都是属于在洗后吹干的时候使用的 对 效果会比吸扒精那些效果来得好 对 因为不需要冲掉 对 也会比较 比较有效的解决 那等等我们的都不是药用的 对 因为一般药用有看药性跟副作用 我们的就很像 比如说汗药跟中药那种意思 对 他需要一些时间下去慢慢的调理 慢慢去改善 对 那像我们第二个品牌的话 他是 那个花青翠系列是针对头发 花青素系列 花青翠系列 喔 花青翠系列 对对对 他针对头发很多人都会感觉 洗髮精不是就 一瓶就是洗髮精 没有 其实细分的话一定是有头皮跟头发 那这个系列我们把它规定在 归类在于那个 碳朗后 专用洗髮精 护色洗髮精 对 因为很多消费者头皮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碳朗后的头皮都特别 头发都特别的干毛燥啊 没有光泽度那些 他就是把它针对头发顾回来的 对 还有我们这品特别强调是 我们这个护发有 玫瑰露 他的话他是 为什么特别强调 因为他在 我们有跟一些夜店 跟一些火锅店配合 为什么敢跟配合去用就是 我们这一品的话 他可以隔绝因酒味火锅味烧烤味 隔绝热伤害 是基本的东西 那 这个的话 他的维持香度的话 其实在 女神来说 他就是法香犬 对 完全不会油腻 不会油腻又好吸收 对 他是我们的明星商品 非常厉害 从夜店以及火锅店走出来 对 完全就是可以隔绝这样子的那个臭味 对 因为我敢说台湾的话 不敢说太大 可是法香水名称的很多 可是要有效的去处理解决 头把的问题 隔绝的问题的话 这是一大的学问 对 然后再来的 我们第三个品牌的话 是针对宝宝系列的 那宝宝系列的话 应该 一家公司敢做宝宝系列的东西 表示他要很大的信息 因为出生儿是最重视的 皮肤也是最敏感最大 因为出现问题的 所以我们用的东西都是 比较天然有机以外 它的里面的成分 都是在于10种以内的 10种 成分越多 不代表越好 它越复杂 对宝宝的 膚质是负担 对 但我们针对出生儿 敢做出生儿就是 像我们在 搬宝宝洗的时候 用一个领盆 挤个一两下 整个泡出去洗全身 包含头部 洗来的时候 只要直接擦干就可以了 对 除非你自己 是比较大的时候 用泡泡洗才需要冲掉 对 那我们这个东西 108最久是一年多 才生产出来 因为来得去去很多 我们之前就 刚好遇到一个 那个一个 三宝妈 就是你妈妈 一个三个小孩 对 手是比较容易那种 富贵手 起泡流血之类的东西 对 但他可以 我们就是 找他来当 主要的测 测试我们的产品对象 我们就测到他的手 完全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才敢上市 对 而且我们的 身体也蛮厉害的原因 是因为 他针对宝宝的一些 尿腹疹啊 或者是说 皮肤很容易找一些 一些问题出来的话 他都是有效的下去解决 不会有什么尿腹疹 或者是 汗疹之类的东西 对 所以都很敢用 而且大人可以使用 就是我自己本身也在用 他是针对敏感肌肤在使用 是 对 甚至他们抹这个东西 宝宝都可以抹到脸上 头发 那想出他的东西是有多 当成更天然的 真的 全部都是以最天然的方式呈现 是的 然后又加上你们其实是为了 相应环保 然后包装也都是使用玻璃罐的部分 对 而且你刚刚有提到说 你们的 应该说后续的服务 也做得非常完整 嗯 这边的部分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对 因为我们 售后服务为什么很多完整 因为一开始我们其实 在 开始做这个的时候 玻璃瓶就是我们一大困扰 填充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 玻璃瓶为什么要做 就是因为 我们里面的东西都是活菌 所以它的保鲜成分会比较高一点 对 才不容易去变质 对 那它的破损率很高 很多东西 你地上如果是磁窗 不小心一个角度 弄下去它就破掉了 所以只要消费者 他来跟我们讲求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都无产的帮他直接换衣品 对 或者寄送破损的东西 这个都 这是基本都要理赔的 嗯 对对对 所以一开始吸收成本非常高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 包裁也花了很多心思 要如何去 维护这个东西 因为很多东西来自于货运大哥 他都用帅 对 有培训 然后一个默契在跟他们公司签好一页 就破损就降低了 是 那会想请AK跟我们分享 你对于说公司整体的短中长期规划是什么呢 短中长期 因为 我真的是希望我们的品牌在台湾各个角落 然后北松啊各个角落都把知名度打开 让他成为一个台湾可以数一数二的千奇名品牌 是 对然后 在有幸的看有没有那个机会可以 包养官到到国外去 把台湾的品牌产品 带到国外去 台湾之光 对对对对 对对对 现在好像台湾的 应该说如果提到说美业美法 或者说包养品 就是可能比较少说就想到哪一个品牌 对那因为所以说他这个部分像是说 刚刚AK有提到 他们甚至说经营到现在八九年 连观望连一个富贫都没有 所以就说 对于说他们在经营方面上也都是说 非常的谨慎去做这样的 不管是推广 或者说售后服务也都是做得非常的好 我想请AK跟我们分享 假如说今天是一个年轻人 那他想投入这个领域 又或者是说他想要创业的话 那你有什么建议想给他们呢 那我的建议是 就是不要怕吃苦吧 对很多东西就是 你先学经验 对学了那我不要怕吃苦 你不要要求的太多 先把自己的成绩先做出来 对就一句话吧 像我的座右铭 我就其实从以前年轻人 要想一下现在就是 没有不可能只有要不要 对因为很多东西 年轻人把很多产业是当成兴趣 我以前也是感觉兴趣好像才可以做事业 后来我的认知 我年轻的时候就蛮认知的东西 兴趣是兴趣 因为兴趣随着年纪变 对可是事业是一辈子 如果把这个东西 当成事业再做的话 那我就不会有倦怠的问题 我不会有那种遇到瓶颈的问题 因为你就是事业要去突破 兴趣会有 对所以从年轻的时候 我就不把兴趣当放肆 对因为一开始接触这个产业 我都不是我的兴趣 因为你机会才接触 所以我就一直都是 把它当成事业在经营 所以就是说 给年轻人的建议是说 不要怕吃苦 不要怕做错 因为说维勇说 你今天做出了成绩 那说 因为本来说在过程中 一定是不容易 所以这要做出成绩 一定是要透过一点时间去累积 所以AK的座右铭就是说 没有不可能 只有要不要 对坚持到底就对了 坚持到底就对了 做了才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成功 那我们今天的部分 就非常高兴 邀请到爱德拉国际有限公司的AK 来到我们的人物转访 那我们谢谢AK 谢谢